在没有电脑的年代 那么像这种要考虑preload的这种modal analysis 事实上是增加了很大的一个困难度 所以大部分的时候把preload都忽略掉了 来分析 所以在这一章里面我们先来check一下 如果我们这个问题把这个preload 也就是这些齿轮在function的时候 然后会对belling会造成一些推理 这些preload 先把它忽略掉的时候 我们来计算一次 计算它的natural frequency 它的自然振动频率 所以一开始我们来忽略掉这个preload 也就是这个叫做unprestraced model analysis 然后我们得到一些frequency 然后再来我们再真正的去考虑这些preload 这个叫做prestraced model analysis 然后我们来比较这两者之间的算起来的frequency 看看有没有很大的差异 这个意义在哪里呢 意义就是说如果有很大的差异 那么这个preload的prestraced是一定要考虑上去的 不考虑了就会产生很大的误差 所以以后你在做分析的时候 你有一些经验以后你就知道 这些preload是不是应该考虑进去 那么这个以这个case来讲 那么有考虑跟没考虑 所造成的那个误差并不大 所以得到的一个结论就是 比如说像在电脑时代 电脑没有很发达的年代 我们preload的没有考虑进去 事实上所造成的误差并不是真的那么大 那么分析过以后会得到一些frequency 然后我们在这个section里面也练习 怎么去create这些moshape的result